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地板安装的时候需要注意的环节里面有一个是 对 地面的一个干湿度 如果地面特别干了 那咱们装上去 还有一个就是平整度 平整度呢 我可以说基本上跟国家的标准就差不多 2米的范围 5毫米的误差 现在基本上你达到这个就没问题了 地板平整度 不是地板平整度 他说是地面的平整度 安装中只要注意潮湿度跟 这是安装之前的一个条件 地板安装的一个条件 重新说这个吧 就是石木地板和强化地板安装的条件是什么 是安装怎么来 都需要注意哪些 木地板在安装中需要注意的哪些环节 这个木地板安装 对于这个地面的要求是特别高的 像刚才李宗说的那样 这个地面的一个干湿度 如果地面要是潮湿的话 降到以后地板会容易起骨开裂一些什么关键 还有一个就是一个地面的平整度 对吧 这平整度达到了 降到以后咱们产业的角杆 包括以后的那个裂缝什么都会减少很多的因素 这样 那对平整度的要求是什么样 平整度要求一般的现在的地面大概相当的地面 应该是根据国家的一些标准来就可以了 对它那标准的一般是两米靠尺 两米靠尺这种找平地面呢 是三毫米以内都算合适格的 就是地面平整的那个高低的误差 高低差就是说一个高低差 高低差是三毫米以内 对对对对 把它靠尺奔地面一搁 塞着一塞就行 很简单但是就是现在 虽然这都很简单的事情啊 这块在做地面的时候 其实咱们多说两句 一方面来说平整度 那确实是工人和那什么时候干的时候 有的时候达到要求的时候 有的时候确实差了一点 另外一方面地面质量 也就是说反沙的情况 现在你们装地板可能更能体会出 反沙的情况更多 也就是说水泥质量 还有一个沙浆配比这一块 对对对 都是前提的一个条件 所以有的人就是有的厂家 或者说有的那什么来说嘛 说希望做一下自流瓶 做完自流瓶再安装地板 当然这块是 你又增加一个费用 对这个也才美了 这个我个人觉得是什么 是在给这些施工的人员 再找一个退路 是在增加你的一个费用 找瓶的时候不做好 所以是这块你找瓶 所以找瓶要做好了 不用增加后面的环境 对对对 那强化地板跟实木符合地板 对于这平整度的要求都一样的吗 基本上 都是三毫米 强化地板可能会更那什么 更明显 要求更高 强化地板它薄啊 薄啊 所以它稍微那什么一点的时候呢 稍微不平整的 就能够感觉出来 地板安装有没有规范呢 规范的还是有的 因为这个说实话啊 每个公司都有 每个公司的公司 根据它的产品的一个东西 来做出一些规范 那基本上呢 我大概总结了几条啊 就是说那个 就是所有的地板 因为有一些规范就是什么呢 第一个 可能就一个地板的朝向 对吧 安装地板必须有个朝向吧 是吧 所以一直冲着这个阳光呢 还怎么着呢 有个朝向 还有一个就是一个 这个地板的长度和宽度 一般规定在 宽度规定在8米 长度规定在10米 超过这个范围 都必须加那个扣条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压门条嘛 那个 就是一个空间的面积超过这个 就需要做一些加构的东西 它是伸缩 伸缩 伸缩啊 为了保证 对对对 让人缩的 对对对 那个位置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说 刚才李工说的一个伸缩缝 伸缩缝一般的 常见都在8到12毫米之间 这样来做呢 就 就给地板 留出那个伸缩的余地了嘛 对吧 还有那个 就是一个地板 地板的每一块的 起头的地方 那现在的所护地板 能小于20公分 如果太小的话 它就收力收不了了 因为它大概2个公分 不能小于20啊 2个公分啊